最新的消息来看到是在台北县新店永平路 凌晨三点的时候发生了一起超商抢案 警方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就宣告破案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抢匪他半个月前就曾经抢过这个超商了 而超商外头还贴着公告要寻这个抢匪 今天嫌犯他又再度的犯案 警方早就掌握他了 超商外头还贴着公告 要大家帮帮忙找这名抢劫犯 没想到这个笨贼才过半个月又再次登门抢劫 半个月又再来一次 被抢后超商店员赶紧报警 而警方也早已掌握嫌犯的逃逸路线 因此这次抢匪再度犯案 不到十分钟警方随即逮捕嫌犯 发现那个特征一模一样 我就恶令他靠抢不要动 结果就在他身上收出了一把刀 落网的嫌犯不到二十岁 在警局内还一脸不耐烦的模样 半个月内两次抢同一家超商 穿得还跟超商查气公告一模一样 笨贼被警方逮个正找 移送法办 专门新闻侯玉祥领域之台北采访报道